政府雷厉打贪,如今再有新政策 首相敦马哈迪指出,政府部门行政人员 必须向反贪污委员会申报财产 同时建议,所有国会议员,不分朝野都应该这么做 另外,政府也收到了五大廉政建议 首相敦马哈迪今早主持内阁反贪特别委员会会议后指出 国家施政、廉政和反贪中心提出了五大廉政建议 建议将这些行动列为政府部门绩效指标 包括行政人员必须向反贪会申报财产 部门内部必须落实反贪计划 召开会议强化廉政行动 提升公共采购透明度和降低内部贪污风险 敦马也在记者会上建议 所有国会议员都应该申报财产 因为 even the opposition have exercised some power for example they have the power of criticising the government so for a fee they might voice the criticism made by somebody or other so they also must declare their assets 敦马指出部长必须签署宣誓书发出指令 在各自的部门落实收理限制 并确保相关政策有效推行 敦马今天也在部城推介了公共领域工作指南 并呼吁公务员透过有效的沟通方式 充分了解内容 以提高公共领域的传递素质和效率